Hello 大家好 我是马克 欢迎回到马克时空 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的攻势已经被控制住了 乌军甚至开始了有限度的反击 图片报通过对卫星图片的分析 认为乌克兰军队仍然控制着 沃夫昌斯克北部的多层住宅区 并可能通过反击夺回了西南方向的几条街道 美国智库战争研究所ISW则宣称 乌克兰军队已经反击到了利普齐附近 夺回了利普齐伊北的部分地区 前线目前没有确定的变化 战争研究所认为 因为美国援武法案生效 迫使俄军提前发动了攻势 而兵力和资源都没有准备好 导致进攻行动 后级法力 虎头蛇尾 不过俄军好像还在向哈尔科夫地区增兵 试图继续在这里打消耗仗 这是俄军的一贯战术 人员和装备损失严重 但很有效 克里姆林宫并不在乎损失 《华盛顿优报》认为 俄军确实占领了一些土地 但付出的代价 尤其是人员损伤极其惨重 另外 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 还有特殊的优势 可以从俄罗斯领土上发动炮击轰炸 而不必过多担心乌克兰军队的反击 俄军战机投掷的华翔之岛炸弹 正在将哈尔科夫地区 尤其是沃夫·昌斯克变成废墟 因为哈尔科夫局势目前已经稳定下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就重新启动了 因此延迟的反欧之行 相继访问了西班牙 比利时和葡萄牙 已经取得的成果包括 与这三个国家分别签署了 为期十年的双边安全协议 同时获得了西班牙12.3亿美元军事援助 比利时10亿美元军事援助和30架F-16战斗机 葡萄牙的1.36亿美元军事援助 算上美国和欧盟的军事援助 乌克兰在近期获得的外部军援 应该足以撑过今年下半年 西班牙今年将向乌克兰提供10亿欧元的军援 到2027年前援助金额将达到50亿欧元 西班牙将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包括 超过10枚的美制爱国者防空导弹 19辆德制BORIS坦克 以及西班牙制的反无人机装备和弹药等武器 比利时政府表示 今年会向乌克兰提供至少9.77亿欧元的军事援助 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比利时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总计12亿欧元的军援 此外 比利时政府还宣布会在2028年前 向乌克兰提供30架F-16战斗机 不过最终决定权还需要由下一届政府来决定 因为比利时将于6月举行大选 根据公开报道 西方已经承诺向乌克兰提供85架F-16战斗机 其中荷兰提供24架 丹麦提供19架 挪威提供12架 另有10架作为零部件供应机 再加上比利时这次承诺的30架 不过比利时国防部长米歇尔·霍夫曼强调 对乌克兰军队来说 更重要的是西方承诺交付的防空系统 它们的重要性超过比利时的F-16战斗机 尽管欧洲国家向乌克兰提供的这些F-16都属于二手货 但在服役期间都进行了持续的升级延售 性能虽然无法与最新型的F-16V相比 但也具备了超视距空战能力和精确对地打击能力 这些F-16战斗机一旦进入乌克兰战场 与俄军现役战斗机交手的话 输高输低还得看实战结果 迄今为止我们都没有看到任何官方消息显示 乌克兰会在什么时候收到F-16战斗机 不过有报道说乌克兰地勤人员已经授训完毕回国 乌克兰飞行员也已经结束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训练 回到欧洲接受进一步的培训 如果快的话 预计首逼6架F-16战斗机应该能在6月底前抵达乌克兰 美国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F-16可以使用的GBO-39小直径炸弹 SDB和JDAM-E2制导炸弹 并已经被乌克兰空军广泛使用 据乌军反应GBO-39康康扰弱能力强 命中率接近90% 西方国家也向乌克兰提供了大量F-16可以使用的 AM-120中程空对空导弹和AGM-88哈姆反复式导弹 这些都会成为F-16优先使用的远程打击武器 其实乌克兰引进F-16的速度已经非常快了 一个国家要引进一种全新的战斗机系统 按照正常程序走的话肯定不会这么快 F-16对乌克兰来说是全新的战斗机系统 也是乌军的第一种非苏制战斗机 不论是地面配套设备 飞机的保养维修 还是飞行员培训都需要从头开始 而且还有语言的问题 对乌克兰人来说难度应该是相当高的 第一批F-16的难度应该是最高的 磨合棋也最长 以后的引进速度应该可以加快 乌克兰可以借此机会逐渐淘汰苏制战斗机 全面转换成西方战斗机 因为乌克兰要全力准备迎接F-16的到来 于是推迟接收瑞典的英师战斗机 和可能的法国幻影2000战斗机 瑞典国防部长宣布 因为目前的重点是向乌克兰提供F-16 为了保证乌克兰空军能够将全部精力放在这一工作上 合作伙伴已经要求瑞典暂时不要向乌克兰提供英式战斗机 除了西班牙、比利时、葡萄牙 这三个老牌北约国家提供的军援之外 乌克兰还在日前收获了来自北约新成员国瑞典封城的大礼包 总价值约133亿瑞典克朗的军事援助 大约相当于12.6亿美元 这是瑞典对乌克兰的第16波军援 瑞典政府还承诺2024到2026年间 每年向乌克兰提供250亿瑞典克朗 大约23.6亿美元的军援 包括财政援助和军事援助 这次瑞典向乌克兰提供的军援包括 ASC-890预警机、PPV-302履带式装甲车 150毫米炮弹以及军用油罐车等后勤保障装备 在瑞典提供的这份军援礼包当中 最引人注目的就是ASC-890预警机 因为这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 西方首次向乌克兰提供空中预警机 这也是乌克兰空军的首架预警机 意义非同寻常 AS-890是瑞典萨伯防务集团 在萨伯340螺旋桨直线科技基础上 改装而来的一款空中预警机 配备了爱丽眼公司研发的 PS-890有源相控制雷达系统 在6100米高度开机时 PS-890雷达可以跟踪 300到400公里范围之内的 飞机舰艇和导弹目标 除了装备瑞典空军之外 PS-890空中预警机 还出口到了波兰 泰国 希腊和阿联酋 而巴基斯坦空军装备的 萨伯2000空中预警机 也是这种预警机的升级加强版 荷兰 丹麦 比利时等国援助的F-16战斗机 给乌克兰带来了新的制空能力 而瑞典提供的空中预警机 将为乌克兰空军的整体空情感知能力 带来巨大的提升 实际上俄乌开战以来 北约的E3等型号的空中预警机 一直在俄乌战场边缘徘徊飞行 持续为乌克兰提供战场空域的情报数据 但相比在战场外的边缘巡逻 ASC-890抵达乌克兰之后 就有能力再更加贴近俄罗斯的空域飞行 为乌克兰提供更为精确实实的对空拦截 以及对陆对海打击的情报 未来ASC-890可以引导乌军的F-16战斗机 使用AM-120中程空对空导弹 在世纪外对俄军空中目标进行袭击 这次瑞典提供的ASC-890空中预警机 将结束乌克兰空军没有空中预警机的历史 根据瑞典国防部的说法 除了直接提供ASC-890之外 瑞典国防部还将向乌克兰提供 空中监视和指挥控制培训 以及技术设备的支持 也就是说 乌克兰将享受萨伯正规军火客户级别的 整套售后保障服务 如果按照常规的援助和机组培训流程 瑞典援助的ASC-890恐怕要到明年才能投入乌克兰战场 除了预警机之外 瑞典这次还援助了一款履带装甲战斗车302 也就是PPV-302 瑞典政府承诺向乌克兰提供全部的库存PPV-302装甲车 瑞典虽然曾经装备过600多辆PPV-302 但实际上PPV-302从1990年代开始 就被现役CV-90步兵战车逐步取代 在2014年全部都推移了 目前只有封存的172辆 考虑到机械状况 再加上一部分车辆很可能要被用作零部件提供者 预计乌克兰能够获得的可用PPV-302 最多也就是100辆出头 而且算上维护和维修的话 乌克兰军队很难立刻拿到这些瑞典的装甲车 PPV-302装甲车在外形上很像经典的美智M113装甲车 但防护能力更强 正面可以防御20毫米口径穿甲弹的攻击 而且装有一门西斯潘诺HS804式20毫米口径机关炮 这门机关炮是由瑞士埃利空FF20毫米口径机炮改装而来的 PPV-302装甲车还具备安装卡尔·古斯塔夫无后坐率炮和反坦克导弹的能力 另外PPV-302的机动性很好尤其适合在沼泽和雪地作业 就这一点来说PPV-302要比俄乌两军大量装备的各型轮式装甲车强夺了 很适合在雨季的乌克兰烂泥地上行驶 目前俄乌两军都很缺装甲车 尤其是乌克兰军队原有的苏制装甲车几乎打光了 履带式装甲车 只有布雷德利步兵战车 M113装甲车等可用 俄罗斯在南部部署了一些远程预警雷达 乌军为了即将到来的F-16可以相对安全隐蔽的飞行 开始着手打击俄军这些千里眼 没有了这些预警雷达 乌军的F-16对俄军的拦截行动 可以具有更强的突然性 5月25号西方媒体报道称 乌克兰军队发射的自杀式无人机 击中了位于俄罗斯格拉斯诺达尔边疆区 阿尔玛维尔的沃罗涅日DM战略雷达 这里位于俄国与哈萨克斯坦接壤地区 距离乌克兰前线大约1500公里 这次袭击刷新了乌克兰无人机最远的攻击记录 战争研究所在最新的分析中表示 26号和27号的卫星图像显示 这个雷达受损 雷达天线附近有新的燃烧痕迹 但系统损坏程度还不清楚 不过这样的大型相攻阵雷达 通常是非常敏感和脆弱的 即使是相对有限的损坏 也可能导致它长时间无法正常工作 其后位于鲍伦堡州 鲍尔斯克的波罗尼日M战略雷达 据称也遭到了乌克兰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 不过目前还没有看到相关图片等视觉证据 这些雷达如果不能工作了 俄罗斯南部的导弹预警就会出现大的缺口 根据公开报道 俄罗斯目前总计拥有10座波罗尼日系列战略雷达 部署在俄罗斯各地 分别负责不同的战略方向 这种超级雷达系统最大探测距离超过6000公里 可以同时监测500个空中目标 主要针对中远程弹道导弹 并能够对8000公里外的太空目标进行监测 这些战略雷达可以为莫斯科提供至少20分钟的预警时间 进行拦截和核反击 4月乌克兰袭击了部署在俄罗斯布良斯科地区的一套 Nebel-U远程监视雷达 至少7架无人机击中了雷达天线 这套远程监视雷达价值1亿美元 能探测到乌克兰境内约700公里的空域 不仅监控乌克兰空军的行动 还为俄军投掷华翔制导炸弹提供支持 乌克兰部队在4月还用无人机袭击过 俄罗斯境内的29B-6集装箱超视距雷达 目标距离乌克兰边境约580公里 集装箱雷达是2019年12月才投入使用的巨型超视距雷达 俄罗斯宣称它的探测距离最大可达3500公里 除了能够及时发现大型的飞行物体 还能够探测到具有衍生性能的飞机和导弹 当然这些性能都是俄国人自己说的了 很显然它发现不了无人机 乌克兰如此频繁的攻击俄罗斯南部远程监视雷达 当然也为以后更猛烈的导弹奇迹铺平了道路 可以预期乌军的陆军战术导弹ATSM-S4和各种巡洋导弹 未来会更加没有阻拦的落在俄军阵地上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里 请继续观众马克时空 咱们下期再见